大家好 欢迎收看eastio.com的 今天的倒数第二个演讲 由刘齐军给大家分享使用 EBPF代替Ibitable加速eastio数据平面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齐军 今天早上的panel我们也刚跟他 大家也见过面 交给齐军 好的 谢谢杰明 大家好 我是刘齐军 因为早上也接受过了 然后我还是稍微再介绍一下 我目前是在DotCloud这边 从事服务网的相关的一些开发工作 目前今天这一次 其实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是最近才开源的一个 就是GBPF代替Ibitable做eastio数据平面 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重体的一个大纲 然后聊之前 可能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就是第一方面呢 其实是就是我们那个就是EBPF嘛 近两年其实社区也出现了 围绕着云原生这一块的EBPF 很多相关的一些优秀的开源软件 比如说像一些PXDEV啊 或者像CNM之类的一些东西 在可观察或者网络方面 其实有很大的一些进展 那包括呢 其实可能近两年 大家也陆陆续续的 不管是在其他的一些会上 或者在eastio之前的一些会上 也都听过 比如说使用eBPF 代替Ibitables 做服务网格这一块数据平面 那个加速的这么一些topic 那我们其实呢 Murbridge呢 做的也是差不多那些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社区内 其实包括可能从Eastio社区 可能比较早的官方 可能能找到的一些Eastio 可能从20年开始 就已经有人在讨论这些方案了 包括其实也有国内 也有很多厂商 腾讯英特尔之类的 各个团队都出了一些方案 但是呢 可能这一块呢 就是因为就可能 因为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嘛 就是因为eBPF技术也在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项目 也在 其实也是处于一个正在发展的项目 那就比如说像CNIM在 社区对 就是对SocMap这一块的贡献 其实是挺大的 那我们其实 就是正是因为有了像CNIM的这种 就是为CNIM做的这种SocMap 这种有限的理念 那才会引入我们的一些加速 的这么一些想法的一些产生 这一块也确实是可能对 就是挺好的 那然后另外一块呢 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大家也都是只是看了一些 方案内 或者说看到大家一些介绍 可能比较少的看到一些真正能够实际上用到的一些 实际上能够摸到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这一块呢也是看到这一块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希望 我们的一些能力能够让大家用到 基于EBPF这一块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的其实设计这个的一个初衷呢 其实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其实像EBPF加速这一块呢 其实像比如说像这一块SocMap这一块的 比如说CNIM那一块设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那这一块其实不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核心 我们也并不想说用别人上面的东西去 就是再去做相似的产品 那肯定不是 那我们做的是一个更加细分一个领域 就是针对于浮网格这一块 使用EBPF代替IPTables 并且实现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这是比较聚焦的 我们也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 那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一个不需要任何修改的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以前也听过 或者或者可能有的是要改办的呀 或者改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块呢 可能也不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是希望一个能够被大家很轻易的上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当然我后面其实在后面也会有个Live Demo 就是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第一块呢 就是大概我也说了 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意用 希望它能够这一块 然后其实这一块呢 我们在中间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 一些事情 因为时间关系啊 其实像Murbridge整体的处理的事情还挺多的 我就抽几个比较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些点 就是来稍微给大家剖析一下 我们Murbridge是如何实现这一块逻辑的 那第一块呢 就是如何实现那个用EBPF去满进流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Eastio这种SedCard的模式下 我们是需要把所有的流量都拦截到SedCard里面才能够正常去做了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需要拦截什么样的一些流量 那可能我们比如说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就是对这个比较深入 那可能我们知道 比如说Eastio它会有一个默认的 比如UID像1337 那这些流量我们是不能被拦截的 因为因为它是比如说是属于Eastio发出去的流量 那我们就不能去管它 那所以我们要比如说通过去判断 那可能我们要在它去 就是比如说发送做流量发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判断它这个发起者是谁 比如说它是不是满足这种UID的这种概念 如果说比如说它不是一个它是Eastio发起的 或者说它是主机上的一个应用 因为EBPF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 它跟Namespace是没关系的 它是内核质面的东西 它是不能做到Namespace的这种网络明明空间隔离的 所以说它看起来你的利用 可能和外面的流量发起其实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要对它进行一些做判断 然后判断完了之后 我们要时间拦截的话 其实实际上也是有它比如说做出口拦截 那可能是要把流量全部转到 POD本地的127.0.01 然后15001的这种感觉 它本身是依赖IPtables的redirection 就是redirector的能力去做了一个流量拦截 然后拦截之后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TTP的一些 在这种网络系列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比如叫做四元组 那它就会产生比如说 原端原IP原端口目的地址 那个目的IP目的端口的这么一个四元组 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在sidecar自身的模式里面 就是它是一个命名空间隔离的 那它这个四元组是维护在每一个命名空间里面的 那这个时候是也不会产生 就是它的一个本地分配IP 本地分配端口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是不会产生重途的 对那就是 算了我先先看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 那个我对我讲错了 然后然后但是呢 就是在EBPF的情况下 因为它是Curl级别的 就是它是有各种概念的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四元组冲突 我等会可能会继续讲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块的 就是如果我们改了目的地址之后 四元组出问题了 那比如说原来我们通过invoi里面 因为invoi里面后面承载了很多服务 它需要通过你访问的原地址 比如说我原来一个破了 它暴露了五个档口 但是现在你全部把它转向一个档口 那我不知道它要访问谁 那所以说还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要知道它的原目的地址 那这一块呢 其实在内核层面呢 是Netfile的模块专属的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 相当于用EBPF去 那个相当于模拟 就是相当于改掉它原来的 那个getstockropt 能够返回它原有的 那个就是目的地址 这样能够达到这一块的一个完全流量拦截 和一个识别目的地址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一步呢 就是使用那个 就是加速嘛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使用加速这一块的 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 那其实这一块呢 是依赖内核的sofmap 就这一块呢 包括就是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目的嘛 因为我们就是其实用EBPF 在IPF 不非也就是想要加速嘛 那这一块能力呢 其实包括像这也是社区 像CNIM社区用的比较成熟的一些体系 只是我们在这边把它给附用过来 就是开销可能更小 能够达到就是我们在两个就是APP 比如说应用的这个Sock和InvoidSock 能够直接在两个Sock之间进行拷贝数据 它不用再经过下面的一层Curl 比如说像Netfelt模块TC模块 它不用再经过这些模块 是很极大 是比较大的程度减少了内核层面 对于就是实时数据报道这么一个处理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能表现 那这个时候呢 就带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 因为这个SockMap它依赖一个Map 那涉及到Map就涉及到一个Key 我们正常来说一般都会采用 比如说像试源组 我刚才说的试源组来做它的Key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问题 因为试源组在命名空间里面 它是隔离的 就是在APPTables里面 它可以做到命名空间级别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它这样实际上 它还有一个隐形的NS的一个ID 这么一个东西来做一个隔离 那这一块 但是我们这边呢 因为EBPF是一个纯内核级别的一个东西 它没有这个隔离 那它就可能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目的地址 改成了127.0.0.1 15001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它相应的 比如说如果你不做操作的情况 那默认的远IP 它可能也变成了127.0.0.1 然后POD789 改成了这么一个IP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POD1里面呢 它可能有个56789 这么一个本地转口 但是POD2呢 因为它是Namespace隔离的 它在产生的本地POD的时候 它是不会去管其他的一个本地转口 所以它会继续可能产生156789的这么一个圆转口 这样呢 就可能是产生那个 就是四元组冲突的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本来我是这个POD的流量 但是你给我发到了另外一个POD里面去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那我们是需要能够解决这个情况的 当然其实现在的社区也有很多种 就是也有很多人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就比如说增加一些Cookie 当然这个可能对内核版本要求比较高 可能对大家的用 使用成本也比较低 使用成本也比较高 那我们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呢 其实主要就是来打破这个四元组 就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能修改其中任意一个 把它任意东西变得不一样 就是不可能产生重复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呢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圆端口这个东西呢 是内核本地端口分配的一个规则 这个我们不好去控制 当然你硬要控制也行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代价会比较高 那目的端口这个我们是不能控制的 因为它就是除非你去改1190的一些监听啊 或者什么开它一个逻辑 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个127002呢 就是这个或者圆端口的 这一块其实我们 我们在这边做的那早期的版本 我们就是用那个 就这边解了嘛 就是我们这边可能有几个手路线 一个手路线呢 就是我们 就是改了那个目标的IP 比如说我们 这是我们早期的版本 就是我们把12700 我们改成一个递增的 相当于是一个递增的这么一个IP地址 就因为本地在IPV4下面 比如127-8的这个CIDI下面 全是loopback 所以说我们改成127-28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路由到本地 它也不会走直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每产生一个请求 每新建一个请求 那我们都把这个目的地址IP加1 那这样呢 其实你就避免了 就是产生 就是从IP这个层面 就已经不会产生重复的可能 那其实也可以打破这个问题 那还有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修改原IP 但是修改原IP呢 这个东西你改成什么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127-28 这个也可以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改成其他IP 比如说改成Port的IP 其实这个也没有问题 就是改成Port的IP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相当于你 因为每一个Port的IP 它肯定不重复嘛 那也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一些用SocketCookie 就是因为这个也是相当于内核提供的 EBPF提供的一个Avalent 就是我可以给每一个Socket 打上一个特定的一个标 相当于一个唯一标制服 相当于唯一标制服 那这样呢 其实就是你根据这个唯一标制服 我其实也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变量 那你可以变成一个五元组 当然这个呢 因为比如说它在redirect的Program里面 它是要在很高的版本才能支持 要在5.15的内核版本才能支持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能我们 就虽然它相对简单一点的 它要求比较高 这也是一个标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目前是还是没有采用这个方案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就刚才我其实也说了嘛 就是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早期的版本呢 其实是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因为它比较简单 比较直接 也不需要什么维护 那我们接下来的版本呢 我们会采用第二种方案 因为以前为什么不直接用这方案二呢 是因为我们在EBPF里面 想要去获取一个Port的Port IP 这个事情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它不能说你像写一个业务应用一样 我去获取一下interface 再去获取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这些这些代价呢 它是它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因为它不同的 就是EBPF这个体系有点复杂 它不同的程序里面能够执行不同的系统调用 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一个版本 但是我们最后呢 是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优化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比较精巧的一些手段 能够让我们在那个 比如说发起年轻的时候 能够获取到这个Port IP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也不用这个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呢 就是方案一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在IPv6的情况下 它是不能很好的工作的 当然因为IPv6 也是我们后面支持的一部分 所以是我们决定想的另外一条路 当然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期待 我们后续的一个版本 应该会在可能最近可能半个月都会 就会出来的一个版本 可能会支持的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嘛 就是我们说了 支持获取本地IP的这一块的一个逻辑 因为这一块逻辑就是 虽然说这里写的比较简单 但其实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漫长的 我再说也不一定能理解 就是我们这边呢是借助了一个CNI插件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Murbridge工作在一种CNI插件的这种方式下面 就是有什么用呢 就是工作在CNI插件的方式下面呢 我们可以在POD启动的时候 就是会在那个POD启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给它一个 就是会往我们的EBPF的Map里面 通过用户态的程序 也就是我们的控制面 往我们的比如说MarkPOD的那个Map里面 写上一个一对键子 然后一个Mark 然后把它来AB地址写了它的Value里面 然后我们的EBPF在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读取当前命名空间的下面的这个Sock 然后获取到它的Mark之后 然后从这个Map里面读取它当前的一个IP地址 就是虽然说大家看着这个路比较绕啊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路确实 因为就是就是因为它确实 现在你是没有什么直接的系统调用能够提供 比如说我获取当前的 比如说这个类似的IP信息的 就是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比较绕的方法 而且但是呢这个东西做了之后呢 就是要有一些好处 就比如说它可以同时支持IPv6 IPv3呢也不用我们在之前做那个Distination IP的一个修改了 因为这样的原它可以从原IP的方式就直接过去掉了 就是我们会直接把原IP 比如说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就是原IP直接是POD IP了 那目的IP是27.0.01了 那这样的话呢也就避免了一个试验组冲突 我们也就不需要再依赖后面的Cookie来做商业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然后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就是因为也这个就给大家展示一个live demo 就是 ok 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然后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就是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希望呢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易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那个murbridge的官网 就是项目项目官方地址 就是我们这边提供的一个就是我们崇尚的其实就是一个 一键化的一个 一个应用嘛 然后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我现在这边呢已经安装好了 就是一个集群 就是当然这个东西我为了解释它可能只是一个单集群的 我只有一个一个 一台机器 对然后呢我在这边部署了我一个sleep和一个hardware的用来做我的一个机组的一个测试 然后呢包括我这边还比如说我这边已经部署好了e-stool 是一个基本的e-stool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这个方式 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请求 那就是就是这还没有这是在没有mort bridge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它像这边是完全都可以正常工作嘛 对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原理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东西给装上 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等我们等它这个扩的运行起来 对现在它已经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呢其实相当于就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种无缝化 而且它现在默认是工作在一种叫兼容模式下面 就是你这一个port里面 即使它现在其实还是有it tables的 就是ip tables我们并不会去销掉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有可能是e-stool thingi家的 或者unit container家的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去销掉 那它现在其实还是在正常工作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再请求一下 就是我们大家主意仔细看细节 就是这是在那个没有merbridge的情况下 那可能可以看到我们它的一个访问的一个目标地址 就是它是原来的service ip 因为这一块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模块做了转发 那这一块呢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 就是我们在这边 就是在发起 当我们有了merbridge 就是我们我再加一个这个 就是加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在有merbridge的情况下呢 就是它的一个目标地址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它已经变成了1270128里面 就本来它是成了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在connect的时候 直接给它改掉IP地址 然后我给大家可以演示一下那个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 当然这个东西大家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进入一下它的那个 专业center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 我给大家就是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sleep 它是157 看嘛 它是157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相当于进入的这个sleep 这个port的一个container 那我们可以其实通过 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它当前的一个 iptables规则其实是生效的 就比如说它这边做了 ist redirect 然后呢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嗯 做一个那个试验 就比如说假设啊 就是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发起一个请求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output里面 如果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 如果在没有output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有恢复的正常 那我们再看这个事情就是它这边变成60 就是在即使在iiptables存在的情况下 more bridge依然可以比较好的呃工作 就是它依然可以就是这个 然后我再继续把它安装起来 就是继续把它安装起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进行后面的测试 然后呢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呃 因为刚才演示的就是iiptables这一块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的那个嗯 把它的那个 我们可以把它的所有iiptables规则给清除掉 就相当于清除掉了 透了就看吧 这边什么规则都没有了 那如果我们呃再去请求的话 其实这边它依然是不受影响的 因为这边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 启用了more bridge之后呢 它的一个性能它就已经就已经已经不影响了 嗯 已经已经是完全ok了 那我们现在因为考虑到一个那个东西呢 我们把这个重建一下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 在这边我把它这个破的重建了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重新进入一下这个 也是因为我刚才忘记保存那个 就是 就是就是现在他比如统计分配的另外一个新的ip地址 对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嗯 就是可能比如说简单 我可以给大家 因为大家其实包括早上的话 所以大家也有那个比较嗯 就是关心性的嘛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就是嗯怎么测试呢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线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 就是我们可以用WRK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比如说我们 我们别写嘛 比如说二 因为我们现在是Murbridge是安装状态嘛 然后比如说-20秒 我们可以看20秒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就请求一下Halloa的嘛 因为那个 他的那个Halloa接口是有那个 呃自己的一个延迟的 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比如说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当前Murbridge的一个性能表现 然后等会我把那个Murbridge卸载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能表现 这个当然这个测试比较简单 我只是说就是你为了那个呃 为了方便演示 大家稍微等个20秒 对我们可以取个两次 对 然后我们再把Murbridge给卸载掉 现在这种情况呢 卸载掉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 对 然后我们再把Murbridge给卸载掉 嗯 对 因为这个东西呢 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就目前看下来只有0.5毫秒的就是可能呃 呃就是0.1吧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多 我可以我可以再我看一下 就可能他有一些测试的一些延迟 我再把它 我看它起用没有 嗯 对 就是它可能存在一点的测试误差 就比如这个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就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呃 就是心灵优化的一个效果的 相当于在这边 比如说在有没有Murbridge的情况下 然后呢 嗯 然后我先停止一下 对 然后 对 哎我点错了 sorry 然后 嗯 算了没关系 那个就就是这样的 就是哎 can you go back to snide ok ok 嗯 ok ok 对就刚才我大概演什么 因为刚才不好意思那个重新演示一下 然后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呃 性能这一块呢 我刚才也就是他这个就是可能 比如说刚才我的演示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能发现 就可能有的时候 那个呃 颜色不是很明显 就是优化的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个可能跟他的一些呃 就是嗯 就是机器的状态或者什么有关 但是这个时间因为时间也比较短 嘛 就大家如果有后续的那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一十六 现在标准的一些东西去做一些测试 然后呢 这一块呢 因为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Murbridge 为什么用Murbridge BPF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会说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些 性能体型 可能最多就 因为这个跟业务有关 因为本身IPTables在那个流量转发 这一块的一个呃 就是整体的在整个SideCart 就是服务网的这种体系里面 因为他还包括了SideCart 自身的一个损耗 和那个业务容器的一些损耗 那可能他的一个那个呃 就是对整体链路的一个延迟影响 可能都是比较低的 然后呃 所以说总体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其实主要呃 需要那个呃 就是处理的那个呃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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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的整体系统的延迟比较低 那么你上了Murbridge之后呢 可能能够达到就是从百分比上 能够看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性能 那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比如说呃 正常业务可能都是50毫秒100毫秒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能损耗 可能就是比较小的一个情况 对 其实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测下来 目前比如说可能整体来说有个 就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如果在同节点的话 那你肯定有个呃 就是将近一毫秒吧 就是一毫秒以内的一个延迟降低 就这个大家可以 当然也可以自己测试 因为我刚才用WRK这个东西呢 不是很规范 就是也不是很官方 就这一块的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也听从揭秘的揭秘嘛 我们后面会出更详细的一些测试报告 包括用istu官方的比如说那种那个 performance的那个测试去给出我们的一些测试结果 那最后呢 就是我这边稍微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可能我们 Murbridge 下一步后面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一块的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提到 因为可能我们现在Murbridge在处理入口流量这一块呢 还存在一些 一些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可能这一块得考虑用XDP这种方式去做一些入口流量的更更细化的一些管理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呢是IPv6的支持 我们目前这个其中还只支持IPv4 对可能后面要支持这一块 还有后面就是Murbridge 7i这一块 就是我们为了就是这一块能够更好的和istu去配合 所以说我们会也会像istu一样去做 cii插件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Murbridge可以更好的去支持 比如说像istu自身的那些 比如说XLU的outbound XLU的inbound之类的一些东西 去做这一部分的内容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可能比较大的是跨界点的一个加速 当然这一块呢可能得比较后期 对我们对这个东西比较熟之后可能才会去做 对 然后 那后面要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比如说从 146官方的一些博客或者从我们自身的就是Murbridge官网的一个博客 也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信息 包括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就是官方的snack 我们也不会定期的这里面做一些交流 那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现在的一些 Murbridge的代码上面的一些贡献不管是EBP EBPF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一个控制平面也好 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些rollmap也讨论 都欢迎大家进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这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